失业保险可以领几个月? 根据相关规定,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为 失业人员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2个月 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8个月 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24个月 申领失业保险金没有次数限制 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领 失业保险金是对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 失去工资收入的一种临时补偿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凡是符合领取条件的失业人员 都可以申请失业保险金来保障自己最根本的生活